- 非邱琦給綠藝術網的朋友大家好 - 我是胖妖 我想這個觀點是一種類型的 就是畢然的 我覺得我自己跟家裡 還有跟藝術之間的這種連結 我覺得其實是一種 小孩子是被你們燻出來的 就是是我家裡是一個教的 就是從爺爺到 對待跟爸爸跟爸爸的教育方式 爺爺不教 所以到我父親對我的時候 他也不教 其實我在學校的時候 雖然有說我爸不教 可是平良心講 我拿起筆來畫的 真的就是像一個大爺爺 因為我覺得 在這個學習的階段裡面 平良心講 我喜歡他的東西 在過程裡面 然後我天天看的 就是這樣的環境 那我覺得我自然而然 會是往這個方面去 學習的一個過程 是往這方面去走的 其實當我畢業之後 我是自己會有一些的 心思吧 就是覺得 我如果這樣繼續走下去 我是不是可以走出來 所以其實我在 21歲專業畢業的時候 我有四年沒有動力 可是沒有動力 不代表說沒有在動腦 我覺得我還是有在看 有在吸收 然後有在想 所以當我四年之後 然後我又想再畫畫 拿起筆來的時候 我自己都覺得還滿奇妙 就是完全不一樣 但這樣就是我後來 1999年 畢業之後 我95年畢業 然後提起筆來 第一次想要畫畫 然後畫了一張 然後很奇妙的是 常常覺得好像 你做一些系列的一些創作 中間會有一些過程 然後我好像就沒有那個過程 就直接從這邊 就跳到另外一邊去了 後來之後 因為想繼續生長 覺得說還是要回到學校裡面 所以那時候就去了美國 然後美國那邊呢 我主持人還是畫畫 可是有一個老師他還很有趣 他是做Damascus 他是做那種大馬士格 好像是一種 合成的經學 那個老師他是雕塞系的老師 可是因為我有拿過他一堂課 然後覺得老師的念很好 所以後來當我到念MFA的時候 然後我就轉足了 我就轉到了Sculpture 去念雕塞 我離本來的台灣 其實這兩年的展覽 都是從美國舞台之後的一些作品 回來之後的作品 其實跟我在美國學習的時候 又很太一樣 其實我想要傳達 想要做的就是同樣的解釋 想要去做的 想要去找的 就是畫畫根源 其實是從中回來想的 之前我的作品 其實還是就是可能看得到 就是有人物 可能或者是有熟悉 或者自己喜歡的東西 但還是有一點就是 我們講介入書情 就是有型的都有型的 可是當我就是 離你之後的作品 我完全就是 就是非劇上 就是沒有戲的 可能就是用符號 色塊 空間 眼線面 可以開花 等等這些 歸萬人最根本的一些元素 其實以前我在學習的時候 我畫了一些色彩的 對 可是像剛剛講 因為我父親他也是畫一個顏色彩 對 那本身其實 我父親他最重視的就是 有他的顏色彩 現在其實 我就會很收入的 也是在當下的那個階段 來講 對我是個課題 就是 我要怎麼去考慮 所以那個時候 就才會有了 四年五號畫 所以當我後來 我說一開始拿 都很像畫畫的 其實是 我以為自己講 嗯 其實這張 就已經顏色算是很 很少的了 當然 那個時 那個階段 我是刻意把顏色拿掉 然後 顏色拿掉了 我會用什麼 我會用結構 我用結構去取代 然後我可能用一些的 素材本身的機靈 然後拿到一些材質上的東西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 我就開始慢慢接觸比較多的 就是我可以帶黑 那後來其實我發現 我自己本身也是 很喜歡黑色 其實我覺得黑色 也是一個很有色彩的一個 一個顏色 就拿我這張畫裡面來講好了 我這邊有這塊是 比較特律的 那這塊它可能顏色 就比較薄 比較亮 它後面有碳比的 碳比的它就會比較灰一點 應該很黑 或許是這邊有 然後這邊有暈開的 然後有鉛筆的 所以在黑的裡面 你用不同的黑 然後有分平光 有分亮光等等 它的顏色就已經很不同了 剛開始是 我們刻意想要把色彩 拿掉的 那到現在到上 我是變得很自然 就是用黑白灰 然後當然還是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金屬色 我是這幾個加了 一些金屬色 那金屬色我根本是因為 後來因為就是 在美國念書剛好都在講說 我自己就是在學 一課成的金屬 然後又加上 其實美國是個好地方 它有很多的那種 套角市場 然後那種排賣 就是你可以去人家家裡 或者是老的世界 去買一些鬼東西 就是什麼老文具啊 題啊什麼的 那個時候就養成 就覺得 我好像很喜歡金屬 就是那個也是 每個人對材料的感覺 很重要 所以轉換到畫面上的時候 就把一些局面都變成 就是自然會有一些金屬色 或者是一些金屬啦 鐵絲啦 一些金屬的一些 在裡面